音乐 音乐 然后再下来一个诗子我讲印上有 第57页 对不对 就是那个V10要等于V20 等于V30 这里上一次就说 这个V20没有写出来 那一段漏掉了 那一段漏掉 你把这个改过来就好了 好吧 我们现在看 第九章立体16 它说有一个内电组是1欧姆 这个是1欧姆 的段路电压 是这个的 是这个值 连接在一个50欧姆 5号森的传输线上 就是说它的Z0呢 是50欧姆 线长呢 从A到B是4公尺 波的传播速度 是2.5 乘10的8次方 meter per second 若负载为匹配 负载为匹配 求线上任意位置的电压 求这个线上任意位置的电压 假如这是匹配的话 负载电压与电流的瞬间值 传送到负载的平均功率是什么 那这个线路 它已经告诉我们Z0是50欧姆 ZL是50欧姆 frequency 从这里可以知道 Omega是2πF 所以这个是10的8次方 10的8次方 Hz VP告诉我们了 现在要求什么呢 线上任意位置电压 那么首先我们就 就看它的这个波长 因为有像素了 又有frequency 所以波长知道了 波长知道了 波长是这么多 L等于4公尺 是1.6个波长 就是说 这个4公尺 相当于1.6波长 然后它的像 长数 求出来是2.51个radian perimeter 我们算出来 如果匹配的话 这个两个相等 ZL等于Z0 那么由这个γZ就知道了 BB端的反射系数 BB端 我们可以看 BB端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反射系数 那它的公式应该是γ 这个是ZL 这个应该是ZL 就是说这个是ZL 如果是算BB端的话 它是负载的反射系数 因为这个相等 所以一减就变成0了 AA端的反射系数呢 其实我们就知道 它一定是0 因为它是匹配 匹配的话 它任何一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它的总阻抗值都一样 那你要从这个 这个式子来算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有这个负载的 反射系数 然后移转到 γ0这个位置的话 算算也是0 A端的阻抗呢 我们就用它这个公式来算 A端它是Z等于0 B也是0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呢 它等于50欧姆 其实这个 你可以不要算 它的input impedance 任何一个位置 通通都是50欧姆 因为它是匹配 所以匹配电路 那么 这些位置都是0 这些位置都是50欧姆 现在我们 由这个等效电路 我们来看看这个 V0 就是A到A' 我们知道它是 V0是V0 它就等于这个电压 除上这两个串联 再乘上这个电阻 阻抗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它是等于0.29V 0.29V 好 那么 我们现在从它的 任何一个位置的电压 应该是用这个式子表示 用这个式子表示的时候呢 那我们现在可以 因为伽玛 任何一个位置都是0 伽玛都是0 所以就先把这个算出来 它就等于V0 exponential负伽玛Z Iz呢 就是等于V 被Z0来除 这是任何一个位置的电压跟电流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算AA端 AA端就是 它是输入端 输入端的电压 它的位置是0 所以这个伽玛 就是用0来带 因此它就等于V0 PLUS 就是294V 就是这个 所以任何一个位置的电压呢 我们这个算出来就等于是V0PLUS 就是V0PLUS 等于这个 于是可以带到这里来 所以任何一个位置的电压呢 就是0.294 乘上 exponential V0PLUS V0PLUS 你把它带进去就好了 所以任何位置的电压跟电流 我们都可以算出来 那现在我们看 任何位置电压电流的10斜形态 那这个很简单 我们就要把向量形态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它的时数就好了 你把这个带进去 取时数 它就是cos的这个 cos的 omega t就是这个东西 i呢也是一样 你把i的向量形态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取时数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很简单 这是B 这个B是C B就是说负载端 负载端你就把这个Z就改成什么呢 4个meter就好了 对不对 4个meter 那算出来就好了 电流也是一样 输送之负载之平均功率 那就是这两个 你用这个算也可以 不过你还要算它的平均值 我们直接用它的向量式 你把这个向量式带进去 这个向量式前面的 这个VM prompt 你这个Z呢 就把它当作4个meter 这也是 不过这没关系 这个跟这个 这个是complex conjugate 所以一乘就变成1了 就是V0 plus的prime V0 plus的square 被Z0来处就好了 所以这个乘出来 就等于这个 I0是直接算出来 就是这个 这两个乘起来就好了 那单位是mini瓦 OK mini瓦 我们再看第17个例题 这个题目是说 这个图上面 这个图上面 这是一个5号笋的传输线 负载线2 这个是有负载的 这个我们把它当作线2 line2 然后这个叫跟桩 跟桩 stop 接出来的叫跟桩 叫做线3 它的特性阻抗呢 通通是100个欧姆 这个跟这个 其实这三个都是100个欧姆 那ZL就是这个 是100乘1加J欧姆 IL呢 它也告诉我们 IL 负载的电流 是2 加上J0 安培 现在要施正 加入跟桩线 可使传输线成为匹配状态 本来它的传输线是这一段 这一段 那么负载跟这个不匹配 因为ZL是这个 这个是Z0 不匹配 Z0是100欧姆 那现在我们要使它匹配 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们这里加一个跟桩 跟桩有的是短路 有的是断路 那么我们在下一节 我们有一节 我们有一节会介绍到 我们要让这个传输线匹配的话 有什么方法 那么这个就是单一的跟桩线 加一个单一跟桩线让它匹配 不过我们这里要我们证明出来 我加这么一条跟桩线 这个地方的input impedance就改变了 没有这一段跟有这一段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那么证明说现在你加了这一段以后 这个地方的total input impedance就是Z0 就能够匹配 这是第一个要证明的 第二个 我们要求电压V1的大小与相位 V1就是这个AA' 这个地方的电压 它的大小还有相位是多少 第三个C part C要求跟桩短路端 电流的大小与相角 就是求这个IS 它的magnitude跟它的face 然后画出V1 V1 VL VL IL VL就是这个 IL 跟IS 它的向量图 好 那现在我们先看这个 证明 加了跟桩线呢 可以使这个成为匹配 那我们就 就算 这个地方 往这里看 有一个输入主抗 往这边看 也有一个输入主抗 往线3 那这两个输入主抗 并延就是这个地方的总输入主抗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算 一个一个算 我们现在看 Line 2 它的Input impedence 在 Z等于零的地方 我们令这个地方叫做Z等于零 Z等于零 因为它是四分之一的坡长线段 所以我们可以用四分之一坡长的主抗 转换器 Z0 被ZL来除 那么它就等于一百 一百约到一个就变成这样 线3在短路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先看 这是零 这个就是八分之L 然后在这个负载端的反射系数 它就等于这个地方的 impedence 减叫Z0 然后这个地方的impedence 加Z0 因为这个地方是零 它短路 所以这就等于负一 所以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是负一 然后呢 我们再求 在AA'端 就把它移过来 我们利用这个 已知的 γ3 在八分之Lamna的地方 用这个式子 这是零 零 减掉 这个 算出来的结果 它是J 所以 我们从AA'端 看输入 看线3的输入主抗 就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这是一百 然后γ3算出来是J 所以AA'端的总主抗 就是Line 2的 Input Impedence 与Line 3的 Input Impedence 的并连 这里我有一个并连的符号 这个电脑显示不出来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算法 就是这样算法 这个的导数 跟这个的导数 是合 然后再导数一下 就是它 然后把这个 用符数的方法 来算 最后的一百欧姆 你看一百欧姆就是什么 就是Z0 就是线1它的特性主抗 因此负载段的输入跟装线 负载段插入跟装线后呢 那么就与线1匹配 就是线2 插上线3的跟装线 就可以跟线1匹配 这是Part A 现在我们要求 AA'端的电压 它的大小跟Face 这个V四分之Lamina V2 它等于IL乘上ZL V2这是第二个线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 这是第二条线 它是这个 在四分之Lamina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电压 那就是IL乘上ZL 那么IL呢 IL已经告诉我们了 就是这个 这个值啊 它虚数部分是0 因此它只有时数部分就是I2 所以就是两个安培 就是两个安培 称上它的Impedance 最后得这个 这个我们就化成极座标形 极座标形它的大小 这就是它的大小 这个四分之Pi 就是它的Face 那么在线2 线2在负载端的反射系数 负载端 它就是ZL降Z0 ZL加Z overZL加Z0 这个值我们都知道了 就变成这个 现在在AA端的反射系数呢 这个时候呢 Gamma Z 在Z在0的地方减到这个 Z的地方减到这个 你用移过来也可以哦 你把这个移过来的话 也可以 就是只看这个 只看这一条线的话 OK 那么 我们直接用这个式子来算 就是在0处的地方 就是在0处的地方 impedence减到Z0 等于这个 所以 所以 线2任意位置的电压 这是两处的 Gamma 它的反射系数 V to Z 线2任意位置的电压 我们一般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对不对 一般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好 那现在写成这个式子的时候 我们要求V0 plus 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用这个Z 什么位置的时候 V to Z知道 Gamma Z也知道 那我们就可以用来求这个 比如说 四分之Lamna的时候 是这个东西 Gamma 四分之Lamna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求 对不对 你看这个 等于这个 这个就改成 四分之Lamna 2 by Z Z也是变成四分之Lamna 于是把这个地方的电压 让它等于 这个值 这个带进去就是这个值 这个画出来呢 这个画出来呢 等于这个 于是你就可以从这里头 把V2 plus 算出来 你把这一边 直接等于这一边 这两边画出来 就等于这个 V2 plus就是这个 那么线2 在AA'端的电压 就是在那个 街头那里 并连在一起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V2 这个已经算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Z就用0 这个Gamma就用Gamma GammaZ就用Gamma0 但 这个都算出来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于是呢 它就等于 你把这个画出来以后 就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 我们根据这个 在边界的地方 就两段传输线交界的地方 这个地方 应该是说 它是并连 现在我们就看 它是并连 所以 这两端 是同一个两端 所以 V2 0就等于V3 0 所以在任意位置 线3的任意位置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带 现在我们要求V03 plus 所以 我们现在就看看 V3在哪里 我们知道 Gamma3在哪里 我们知道 前面已经算过 Gamma3 在0的地方等于J 然后呢 V3的时候 V3 0 它就是这个地方 把这个 Z用0来带 就算出来是这个东西 所以 V3 0 plus 它就等于 这里 V2 0就是V3 0 对不对 它是等于多少 200的JV 200的JV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200 就这个 就等于200的JV 然后 从这个式子 就算出V03 plus 这个算出来以后 这个就知道了 电流 V3 voltage 可以用这个 它的current 可以用这个式 所以 所以在 现在 在负载端的电流 负载端的电流 我们就带这个式子 好了 那现在 负载端是 八分之 Liminus 3 所以 把这个Liminus 3 带进去 这个带进去 这个刚刚算出来了 这是等于1 所以 它的值 i short circuit 是等于2 更好2a 现在我们就把这几个 向量式子把它写出来 我们画出一个虚轴 实轴 因为这都是正的 我们就用这个看就好 V1你看 它 二分之π 就是说 它的向脚 二分之π 就是这个 就是在虚轴上面 200 我们用四翼图就好 这么大小 VL VL我们刚刚算出来 是这个值 它的向脚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π 45度 这个大小是 200 更好2 IL 是2A 那么算出来 IS呢 2 更好2A 因为这个都在十轴 所以这样画就可以了 我们下转了 是 大小的 是 有一个 在十转 一 感谢观看